做好 體檢的義男有75,900 免疫的部分竟然高達17,844 四個就有一個體位判定不合格 不用當兵了 修過之後就不會這樣 基本上國防部已經有共識了 首都已帶領內政部長身份備詢 華敬群得面對的不止預算審查 還有兵役門檻問題 因為國防部長邱國正7號備詢也鬆口 兵役延長的部分 現在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到目前概略已經有個出戶規劃 但因為還沒有確認 預計什麼時候宣布 我們希望在年底之前 兵役可能延長到一年 邱國正表示希望在12月底前公告 但總統府回應 關於義務役疫情仍在評估 目前沒有確定的時程規劃與定案 朝野立委也認為重大議題 應該審慎考量 像吳一農提到的全民防衛的議事 我覺得還滿好的 也就是說四個月的訓練 到底夠或不夠 有可能是如果是很精實的訓練 其實四個月也不見得是不夠 不會讓大家可能常常詬病的是說 好 我願意為國付出 但是我在營區裡面浪費時間 這樣子的一個增加 一定是要建構在有意義的訓練上面 兩岸兵凶戰危到什麼程度 如果真的確定的話 好好的說明清楚 把時間定出來 而不是讓大家每天一爆料 並一樣延長多久 以及確切的公告時間點事關重大 但七號行政院動員匯報會議 就把明年重點聚焦民安 由蘇貞昌親自主持主張惡靈企圖 以武力併吞我國 請國防部以及相關部會 以惡屋戰爭為借鏡 沿你各種戰時想定狀況模擬演練 而最新美方則提早交付改良版 反輻射飛彈 不論是軍武或戰力將全面提升